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边还要看多一件事 就是看北水下不下来 北水也重要 那一段日子很困扰大家 因为你首先A股市场的表现真的不太好 不知会不会真的影响到他们过来寻补 因为你上个星期 每个人都在说 整个星期其实压钱走都压了多少 他们不回来买东西 我们就没什么好事 北水我年头来的时候 跟你在这里讨论北水 接着北水也大发神威 很厉害 记住 各位记住 北水并不是一个长渣的股东 其实北水可以这么说 雪村鸟都是一个大炒家 意思是说 其实它的买卖是很频繁的 它买那期 你真的不可以咬紧 它买那期买的股份 其实真的对股价的帮助很大 相反如果它沽货那一刻 你的股价真的没有人行 这期是很明显看到的 其实过去这一个几月 其实在过农历年之前 已经看到这些危端 它在减少一些新经济股 买回这些旧经济股 其实如果再看之前那几月 其实它主力一直是买什么呢 就是大胜的新经济第一 第二买这个大型的内需股 但是股价很高的那些 其实正硬这些股 整个市场沽得很厉害 那就不买了 不过我又不是很同意你说的 那些北水走得很厉害 相对来计算 其实头两个月 入了4000亿 正买入 习惯了嘛那时候 买了4000亿 但是走呢 现在加上也不够400亿 如果你以这样的数据来计算 其实又不可以说走得很厉害 明白 那如果刚才你一直说的时候 我们也拿了一张描述给大家看 其实就是反映那些 卖出那个占港股成交的比例 其实就是不停地上升 没错 就是如果要扭转港股的气氛的话 很大因素上 我们就要追踏着你这个图 对啊这个图有用 是吗 怎么看呢 就是这个图就看到 北水买卖那个占香港港股成交的总占比 红色那条是重要的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它如果能够 那个买入的占比是高的 这个市况很高的 那这个就在1、2月那时候发生 去到16、17%左右 那现在缩到12%都不够 11.7% 那如果我们应该可以作为一个指标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 北水再次卖入这个占比 上回去 去回这13、4、5、6、7 那这个市况就可以稳定 那我希望快点发生 可能这个在反弹的时候发生 都不出奇 我记得对上一次你来和你说这个北水的时候 我们就讨论过一个话题就是说 究竟我们观察多久 一个北水持续买入卖出这件事 那时候你说我说一个星期又太短了 太短了 一个月又好像挺长的 我记得你上次给了我一张测试 就是一个月的 但今次你给了我一张测试 就是两星期的 是不是反映引越来越短 要再查得更紧一点呢 我一向都贴士 老实说 不可以一本通书看得到 你真的做一些分析 要跟着市场去做一个调节 看看怎么样 当时我建议看什么呢 一个月加两个星期 两样一起看 相关一起来 为什么呢 一个月你看到一个中线的走势 它不是一直买 但是你看到一个月迟了 所以也有时看两个星期 去看它不是有些新进的进入 我们可以开始追 但是现在我最近这期观察到 当雪下的时候 北水的走的速度很快 它买卖的速度太快 你看一个月太过慢 所以我就试了 发觉两个星期是挺有意思的 好像我们看最近两个星期 沽货牌头位 终于解释到为什么人家出现业绩 都不行了 原来人家北水春光 早一点会有人在沽 等你什么 那些情况 也看到有部分是 都来腾讯 有些中资金融股 现在都还没站稳 另外大型的落出股 沽摩尔这些最近落出来 其实有些政策风险 它在沽 就是它们有不同的原因 其实已经沽货了 当然我们来看看价仓 加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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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期是乱一点的 排头位是之前跑输了多多的 小米 另外又好像又不用入制裁名单 什么什么 变成了 又有些新机出 接着 内银 内房 内房 迫伏 今天股价又做得好 砸了 其实这里你看到 原来还有很多机会 可以跟北水去做事 所以调节时间 北水对于我们的香港估计 都很重要的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